改成後面 這一串後面這一串就是把它改成文字 利用它呢再移到 我們這邊來就ok了 這個程式完成畫面 在雲端白板上面也有 有沒有就這個畫面 一模一樣 差別是說 只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這個等一下會再講 To 後面的這個 有沒有 這個有什麼差別呢 因為呢我們的編號 不可能永遠都是 1241 因為如果你是一個 競銷純的一個 簡單的系統的話 他一定會增加 那增加到哪裡你不能說我今天只有到 1241 那下一次 改了怎麼辦 沒關係我再來改程式 這樣子太麻煩了吧 每次都要改程式 那不如怎麼樣呢 就利用什麼呢利用 這一行程式就搞定了 這一行程式 主要的用途是什麼呢 自動判斷 你現在B欄最後 一筆資料 在哪裡 那B欄最後一筆資料在哪裡 那 編號就到哪裡 不就是 一步一去嗎 最後出來的結果 也會是剛好 編號是編到哪裡嗎 你不會說 今天 只有編到上面 下面怎麼辦 自己再補上去嗎 當然不行 這樣 程式不能 只有寫一半的 所以呢如果你今天希望 能夠做出一個效果 這個效果就是說 我希望知道說 這個B欄的總比數在哪裡的話 基本上就是類似這樣 Ctrl向下 Ctrl向下就跳到1241 其實這個動作的話 就是我們程式的這一行 就是剛剛我們秀出來的這一行 程式就是 Range Range指的是固定的範圍 或者是儲存格的位置 Range B2 點 And And是 Ctrl向下的意思 Ctrl然後向下 And有點像是 Ctrl向下 你們等一下 Ctrl向下 它就會移到什麼呢 移到這個範圍的 最下面一列 Ctrl向右的話 就是這個範圍的 最右邊 一欄 如果你有知道 最下面一列跟 最右邊一欄 這個範圍就知道了 知道之後的話 所有的資料都可以處理完畢了 反正你要處理 裡面的資料 不就是把這個範圍裡面的儲存格 裡面抓出來判斷一下 做其他的變化 那其實這個地方 就可以運用這個方式來做 那最後的話會點肉 我想這部分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先試試看那個錄製的部分 等一下再來講這個範圍最下面這部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 增加錄製的這個程式之後 你執行之後就OK 但是你總不可能說永遠都是按那個執行 你要把它變成一個按鈕 按下去就執行了 以後呢 即便你把 Visual Basics工作環境關掉 那也不會影響 反正程式還是可以直接run 那只在我們開始做一個按鈕 那你就繼續按鈕 那我要按鈕 然後就開始做個按鈕 我們要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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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按鈕